这又是谁 小王师兄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 别再上前了 再这么下去 掌门师兄一声功力就全废了 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 我还想要来不及了 怕小王来不及了 优优独播剧場 师兄 没出差错 公主应该是相信了 借北梁之威震慑龙虎山 再让京城为你助力 这样一来你接受武当 就万无一失了 师兄 别哭这脸 用我这身大黄亭为武当换个未来 这是赚了 你手上的这把神图 搅到你的手里 你当知道为了什么 手上 风雨飘摇 实地成就天下第一之前 武当就靠 你的这把陶木剑 来收成了 我在 武当便在 你们都先上去 召唤诸位师兄弟 过会儿我有话说 那你的师兄 我等他醒来 去吧 天下 没见有人追来 即刻回京城 是 殿下 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 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 去挑衅徐骁 是 殿下 我这儿就放出飞鸽 传出京城 还有 洪喜相心向京城 尽量支持他 接掌武当 太绝了 穿着着 衣服反腐 已经蒸干了 点火了 真气比火好用 已经把大黄婷给我了 给了 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 看来狮子还挺契合这真气 真气能留下几成 就看你自己的造火了 给了 歪了 徐小子 对对 歪了 把我弄上了 你 坐坐坐 东西放进去 放桌上就行啊 记得把芦菇点上 我不会啊 还是那丫头啊 你们成亲了没有啊 没有 我 我们俩 我不是 给你带点杂货 别嫌便宜啊 别客气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每年节前 这衙门都会送好多的节礼来 吃不了啊 那就慢慢吃 这衙门里这老哥 他也是这么说 老许头儿啊 听说你跟徐骁跟了很久啊 不能直呼名姓 是 是 是 徐将军 上诸国 那你还记得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他吗 当初啊 就是为了有口饭吃 就想着 天下太平 天下能公平 天下哪有公平 别这么说 今年春围 不是有个寒门出身 中了三抢吗 可那大多数都还是民门子弟嘛 已经够了 就盼着天佑北梁 能一直守住 这太平盛世 这盛世 我来替你们守 你觉得我当北梁王怎么样 你觉得自己比陈志堡强啊 陈志堡表面看上去平静 但就像冰层下面藏着惊涛海浪一样 他心里压着东西 若是他接掌北梁 战事必定冲燃 老许他们守护的太平盛世 就全完了 说得好像你就能受阻力了 干吗 过年啊 给你点礼物 你好歹是个世子 过年就送根绳 贵的东西不适合你 这还管 不要就还给我 干吗不要 回头骂了 说不定还能赚一文钱呢 你不就是林太花 这边那个 凡姑娘 徐骁把你放出来的 回世子的话 我叫书修 舒服的书 他也修了修 还挺好奇的 樊姑娘是化名 世子好谨慎 放心 没有毒 王爷说世子行事 但求两全 令又没回来之后 又被押进了地牢 本来是要问斩的 既然世子想两全 那是杀是放 都由世子决定